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一趟旅程学到很多东西 就我其实一开始本来就对这些华人啊 宗教或者是信仰那些就比较有感兴趣 所以来了这次活动之后 就让我认识了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当然也就让我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祖宗啊 那些那种华人的历史啊这样子 所以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其实今天很多就是老师讲的东西 其实在课堂上是有讲过了的 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真正的 可能真正的建筑还是什么 就感想没有这么深 可是今天看到过后 就脑海中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学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也增进了很多就是知识 这样额外的知识 感觉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活动感觉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对于一个从中国过来读研究生的一个国际生而言 我从这次活动中了解到了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在不同地域的一个不同的传承 以及文化中在不同地域中有一定的差异 对我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然后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对我个人而言 是一个非常棒非常有深刻意义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如果说以后在学校中还有此类活动 我非常乐意去参加这类活动 首先是很荣幸可以参与策划这一场活动 而且是不只是我们韩大 我们还跟这个理科大学一起办这样子的一个 冰城一日游的活动 那我们当然很希望就是说不管是我们本土成长的 或者说外州来的 或者说外国来的都能够透过今天这个一日游的部分 能够让大家了解冰城的一个历史文化 就是说华人从中国或从这个南洋周边地方来到的时候 他们的经历是什么 他们当时是怎么生活的 包括说他们对于这个人去世以后要怎样处理的问题 所谓养生送死可以有一个比较立体的一种了解 因为历史这一块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因为它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记忆 或者历史记录 可是我们今天华人在本地可能比较少有 就是接触历史的一个机会 可能很多冰城人对于本地的历史 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太深的一个了解 所以今天也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 让大家可以亲近一下冰城的一个历史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